我国建设首个及时摇杆星座 数分钟内观测全球任意地区 据业势报道 第七届中国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 我国一批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正在有序推进 其中首个及时摇杆星座启动建设 具备数分钟内观测全球任意地区的能力 在本次论坛上 该星座将由上百颗低轨摇杆卫星组成 形成全球覆盖的对地观测能力 尤其是观测效率将大幅提升 航天科工集团三院 卫星运营产业技术总监袁洪毅表示 这个星座实际从设计上它是个整体 卫星和卫星间有星间链路 可以通过很多卫星 对同一个地区连续观测 实现高频次分钟级的观测能力 除此之外 我国正在建设的首个卫星物联网行云工程 即将进入批量化组网建设阶段 行云工程将构建一套 由80颗卫星组成的物联网星座系统 航天科工四院行云公司负责人钱威表示 第二阶段建成之后 中国及中国周边区域 可以达到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次卫星过顶 提供一次卫星通信服务